为什么本季奔跑吧让人看得很难受 作为老粉来谈谈我的真实看法 对于新人嘉宾郭麒麟 我觉得综艺感也不如沙翼自然 虽然年龄很小但是老太隆重 虽然表现出来很年轻 但是心态没有年轻 北京话和相声腔调太重 李晨是北京人但是一点都没有北京口音 沙翼东北口音不重 只有那些东北小品演员才满嘴的东北腔 跑南作为一个收视群体非常广的综艺 我觉得东北话或者北京话 这种带着强烈德语标签的口音 不适合所有省份的人观看 又不是春晚一年就一次 所以这一点也让很多观众看得难受 两期节目看下来 我觉得除了有杀意镜头的时候有点喜感 其他的嘉宾真没多少搞笑的地方 李晨BABY蔡徐坤这三人 我觉得已经不适合综艺常驻了 他们的综艺效果现在一点也不好 并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现在向奔跑吧 极限挑战这样的节目完全成了粉丝追星节目 这档节目的蔡徐坤和极限挑战的邓伦都是如此 我只想说我们作为老粉观众是来看跑南节目的 不是为一个流量明星来看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